很開心 有Yoyo做我這個嘉賓 因為我記得我上一次是一首歌的時間 我是出道的第一首歌 已經時間了五年 我就沒有做這個項目 接著我這次就很想找一些圈裡面一直都很仰慕的朋友 Yoyo就是其中一位長期在我的歌list裡的歌 我上次問他 你出歌沒有 然後他說沒有 其實我心裡很想他快點唱歌 這次特意找他合作 很開心 因為我一直以來很欣賞他的歌 我自己默默地在台上唱了很多次 但這次終於找到你和你一起唱我的歌 你又很喜歡我的歌手《大海嘯》 我就很驚訝 所以很感謝你 謝謝你找我 他有問我 很好的 他問我 可以唱新歌的 我會唱我的新歌 你也唱你的新歌 我沒有新歌 我還沒寫 你寫完吧 我不如唱你的那些 都是 什麼時候出了 寫完吧 期待 很期待 但是你的 cover 都不是很默默 因為你全部都在台上唱 是嗎 所以我都聽過 但是有很多朋友 經常都說 阿Jer 你快點找Yoyo 一起合作 而我經常在台下 看到你在台上唱歌的時候 或是跟其他歌手合作的時候 曾經幻想過我可以跟你上去玩一些和音樂 這樣就很開心 他那一首歌 跟不同的嘉賓有不同的編曲 適合那個嘉賓的風格 感覺 所以今天準備了 都溝通了很多 我逼Yoyo 學習 學習我一首新歌 因為那時候還沒出門 給他聽 所以他都很厲害 他都給了很多意見 去改編我們的歌曲 怎樣可以令他有趣一點 是很棒的 今天的版本 其實我有想過的 然後我就跟余嘉賓說 但是真的感覺到整件事 是Yoyo他直接拿電話錄音 不如我們去等一等的 都很棒的 有機會可以讓大家看你的 reasoning incidence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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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屁屁屁 屁屁屁屁 屁屁屁 這樣很棒的 是很棒的 因為我不好意思 他們全部好像就我 時好靜 很平靜很靜態的 這樣完成一首很瘋狂的歌 其實都可以在我熟悉的genre裡面 找到一些有Party氣氛的東西 所以我如果要他們不斷猜 神明賢唱這首歌會怎樣 不如我告訴你我聽到或者覺得都可以這樣的 就直接唱給他聽 但我不會說 好玩 所以出得來